大家好,我是Kuchin 今天要來玩的遊戲叫做ScourgeBringer 有熱心的朋友推薦我玩這款遊戲 聽說很適合我 又是超級容易中毒的遊戲 我自己也還沒玩過,那我們就一起開始吧 新遊戲 他的背景感覺是有點駕駛在末日的感覺 感覺跟現代科技又有點不大一樣 我們最後的光明 這幾個感覺也不像是人類 嚇到了 這個是主角吧 這個就是title的畫面 位置是地帶 發現敵對環境 激活反威嚇協議 謹慎前進 這就是我了吧 好小隻喔 先來稍微操控一下好了 一般的跳躍,然後有二段跳 然後有攻擊嗎 目前還沒有任何的攻擊 先往前看看 A是有二段跳 右邊有簡單的教學 往下A的話可以翻到下面去 接著是只要沿著牆壁走的話 喔,KING黏在牆壁上面 倒不是沿著牆壁走 欸,進城授阻 發現未知威脅 建議使用暴力解除 組合 按掉 說是暴力啦 X,喔 還是有一般的攻擊啊 突然攻擊了 欸,在空中也可以多段攻擊耶 欸,帥 不過我倒是不是很滿意這個主角的外觀 一顆球 應該是他的頭髮太茂密了吧 敵人離開射程 建議使用衝刺攻擊 接近遠程威脅 遠程的話是RB? 來試看看吧 WOW 他遠程還蠻帥的耶 而且可以不斷在空中裡去攻擊 好有趣喔 不過RB這個攻擊好像也只能 喔 如果靠敵人近的話 他自然也會朝著敵人攻擊啊 注意,你可能在衝刺過程中受到傷害 不過距離較近 建議在二段跳後使用衝刺 喔 連續跳兩次之後再往上也可以這樣衝啊 WOW 帥 這邊也有敵人 發現弱點 重P攻擊在實際正確時效果顯著 Y 欸,看不太懂耶 乖 重P的攻擊在確定的時間內 來吧 他應該衝向我吧 我在猜 你要來衝我嗎 沒有耶 嗯,也看不太出來說 重P攻擊跟一般的攻擊差在哪裡 看起來敵人會稍微暈眩一下 好難打 誒 整個遊戲的攻擊模式非常的有趣 正在激活遠程武器 爆裂3.2單元可以發射能量彈 裝填能量彈在左邊 能量會是使用者的衝擊力度而恢復 建議接觸近戰攻擊力爆裂3.2恢復能量 近戰攻擊力確實有慢慢的在恢復耶 好,打完這次之後有填充了 遠距離彈藥可以使用 進行高速射擊清除威脅 太突然了 要怎麼使用 RT嗎 RT是這個嗎 WOW 他有像是槍一般的遠程攻擊耶 而且攻擊的威力還蠻強的 嗯 中間是什麼呢 噢噢噢 升天 噢 通過試煉者將猛血之祝福 亦將身負其印 鮮血及力量 如當追尋 右下角好像多了一個E 不過那個E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也沒有任何可以看的東西嘛 那我們就走看看 等一下,好難操控 不行沒有,我還沒有習慣 稍微要善用一下衝刺吧 哇 哇哇哇哇 所以基本上啊 這個遊戲只要靠近敵人的話 是不會受到任何的傷害 但是敵人攻擊的時候還是要閃避 大塊烤肉 甚至到量子扭曲正在分析 發現傳送門目之地 目不之地是什麼 目的地未知 可能是出口 正在激活地圖感應器 哦,右上角是我們走過的地圖耶 先拿一下這個 然後這個應該是可以進去的吧 連傳送都那麼帥 正在前往未知地圖 偵測到高度威脅 需要謹慎 OKOKOK 基本上就是要我小心嘛 我們先從下面去看看好了 其實平常的情況之下 用遠程攻擊感覺也不錯耶 可以避免被敵人給打到 啊,不過 哦,好不習慣啊 它的操控模式很特別耶 而且怪我好可愛喔 好可怕 哦,恢復生命了 最大加一 不知道這種地圖裡面 會不會有像是寶箱的東西 然後大家不會覺得那個門啊 很像洛克人的那個門嗎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啊,好難使用 而且重擊我到現在還不是很習慣耶 重擊只是把敵人給急暈而已嗎 哇,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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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めて やめて 哇,這個遊戲好難閃喔 苦無加5%的攻擊力 常見的傷害提升5 嗯,雖然說拿到苦無了 但也不是說可以投擲道具啊 嗯 看起來這個遊戲只要注意敵人 就遠程攻擊就好了 恢復2點生命值 誒,我的生命在哪裡 啊,左上喔 剛剛都沒有特別注意到左上 然後這裡又有一個怎麼 像是寫的祭壇一樣 先寫祭壇選擇一項寫之祝福 哦,呵呵,好有趣喔 戰力屏風暴 神派人家要掉落更多的道具 始終至少會有一件生命回復道具 當有敵人在附近的時候 暴戀3.2會慢慢回復能量 就是我的那把,像槍一樣的吧 然後巨熊之靈 每失去一點生命,挑戰都會提升5% 這個很適合我,因為我一直損血 那我們拿這個吧 yes 然後地圖好多喔 這個好像是商人喔 哦 又以為快要發瘋 快要發瘋絕命人 歡迎老到你的葬身之地 呵呵呵 你問我是幹什麼的 看你一樣 迷路的靈魂 我是尋找答案 所以說我覺得那種東西根本就不存在 這麼說吧,我在這些會動的牆壁之間徘徊 是為了實現自己的計劃 我可以幫助到你只要你樂意 呵呵呵 簡單來說,你就說你傷人就好了齁 你喜歡玩的試煉就肯定會需要各種東西對吧 是 然後我展示一下我的貨物 哦對,我不收錢 我要的是你身上那些亮亮的小塊 欸 右下角那個像血一樣的嗎 他們在這裡自有用處 順便,我叫格里德 呵呵 有空時記得回來看看 我的意思是記得這張血精 血精是敵人會掉的 哇,好貴 太噁心,就你趕快拿走 黃瓜是幹嘛的 兩點生命快拿看看嗎 呵呵呵 好像沒有任何的用處耶 那我就離開囉 哇,這個遊戲好難閃喔 天啊 然後只要打完所有的敵人自然會到下一關 哇,哇,好難閃,好難閃 哦,呵呵呵 啊,剩一滴血了 我快往生了 救命啊 快點給我回血 哦,小心小心 在這邊稍微待機一下 好,下去 YES 看來要閃的方式就只能用衝刺了耶 而且還要加上要放好方向鍵 房間已封閉,上面的房間吧 前面真是到亮點扭曲 嗯,看起來我們要到別張地圖 先想辦法打開上面那張門 哇,哈哈哈哈 默默的就死掉了 明中樹 這個就是… 我復活的地方吧 老哥哥你是誰 呵呵呵 你是新來的絕命人啊 太好了 我一直在明中樹下等待新的遠征團 已經忘了等了多久了 你問我是誰 嗯,加羅 這應該是我的名字 我是第六遠征隊的 還是第十六的 這個地方啊,是明中樹 欸 哦,你的那個鬍鬚跟主角頭髮一樣耶 你就是為他來的 你也可以可能是為他才能活下來的 我覺得 我想不起來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我不需要幫忙 淺血,香血,極力量 嗯,我需要思考 蛤? 那左邊呢? 左邊像… 哦 像是技能樹一樣的 欸,就是技能樹 哈哈哈哈 左邊寫技能樹 然後我想說,欸 就跟技能樹一樣 然後解鎖 哦,右下角那個像眼球一樣的東西 就是讓我點技能樹的啊 嗯… 使用衝刺的時候 哦,衝刺落地可以有個衝擊波 這還蠻有趣的嘛 那解鎖一下吧 啊,用掉了 什麼都沒了 好啦,就像這樣子吧 那我們就繼續離開 哇… 要習慣這種攻擊模式 真的… 可能花好一段時間耶 之前我們已經走下面了 那我們這一次走上面吧 來吧 不過在那麼小的地圖戰鬥其實還蠻可怕的耶 閃… yes 哇,四散門 我們走上面看看 真的要很習慣用衝刺這個技巧 不僅是救命絕招 也是要打敵人的重要刀 攻擊方式 41 一他… 好痛 yes 不過這幾個房間都沒東西耶 來看一下吧 其實敵人的話也要盡可能多打一些 才能拿我們的那個叫什麼 血精嗎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的名字應該是這樣子啦 然後再說啊 這裡面的怪盜是什麼東西啊 圍一下血 然後我們走上面好了 這一次都往上面走 喔 密圖都好小喔 在這麼窄的空間裡面 如果碰到很多的敵人其實還蠻可怕的 但是真要說的話 我應該是比較害怕 在大房間裡面碰到BOSS 那個POW好可怕 好可怕 上面又是傷人啊 啊好貴 喔好貴好貴好貴 連擺都買不起 不過一一到下一張地圖起來蠻麻煩的耶 說真的 然後等一下這邊打完的話我們可以到 喔 還是被打到了 多用一些頭彈好了 呵呵呵 哇是被上個遊戲影響太深了 其實不是頭彈啦 哇哇哇 喔 鐵硬要攻擊的時候它會閃出那個耶 驚嘆號 哇下面有針 好賤 喔快死了快死了 呀沒得 哈哈哈哈 它的每一發攻擊我就基本上吃到了耶 太扯了 哇 好難喔 它不像別的遊戲可以用 就是這招 逃離人家 而是會把 吉恩帶著我的攻擊一起前進耶 還蠻難的 看剛剛那個模式應該是小BOSS 不知道小BOSS打完之後會有什麼東西 還是只是開啟下一個路的鑰匙而已吧 這個不知道耶 哇 先閃一下喔閃一下喔 哇哈哈哈哈 不行一定會受傷 好難 好難閃喔 就甘苦耶 看起來應該要來善用一下重擊這個技巧了 可以讓敵人暈眩嘛 如果可以讓敵人暈眩的話 是不是也代表說敵人可以停止攻擊呢 喔呦 好像有可能喔 哇 手超忙的 先拿一下 恢復兩點生命值 然後這裡是死路 所以我們往上面走看一下好了 呵呵 這些生物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大家都只有一顆眼睛耶 啊手好忙手好忙 要按的劍好多喔 然後又是苦啊 啊等一下啊 我剛剛是不是沒有拿到 反應太自然了就直接跳走了 不知道回去還有沒有耶 沒有的話我就要哭哭了 啊哈哈哈哈好難好難 啊 亞美羅 喔 我說那隻像貓頭硬的好可愛 啊啊等一下等一下 沒有時間讚美他了 我說那隻像貓頭硬的好可愛喔 啊還有還有還有太好了 上面那邊是商人嗎 我有點記不起他們的 喔就是那個耶 寫的祭壇 嗯有一點新的東西嗎 幸運服 完成房間時掉落的物品幾率提高 每失去一點生命 得到5%的商店折扣 恢復所的生命值彈藥不要 拿這個好了幸運服 雖然說我快死了 喔 好小的地圖喔 哇小心小心啊 啊啊不內 死亡 也死得太快了吧 OK 祝福 祝福旁邊那個發光的小機台 使勁響 就這樣子啊 啊 不行 怎麼會 技巧那麼差 我覺得我玩的差超 不是差超近 超高 我覺得超級差勁的 我本來以為很簡單耶 沒想到那麼困難 這一招到底要什麼時候用才比較好啊 像重擊一樣的 喔 可以把敵人彈飛耶 呵呵呵呵呵 感覺是可以讓敵人撞自己人一樣 然後如果是面對比較弱的敵人的話 就可以一直把他們打飛 小心啊 啊 遠程 然後更多噁心的怪 喔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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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啊 我都沒有善用衝擊 不行這樣子 好現在有78個血精不行 商人那邊賣的東西都相當的貴 欸 至少先湊滿個200再說 這一次的目標 哇 是這個超麻煩的敵人 小心閃遠一點 YES 然後下面這個是商人嗎 欸不是啊 小boss 去死 哇好難打 喔 喔可以可以可以 原來如此 可以讓敵人暈眩的戰 原來是這樣打 我要按的按鍵好多喔 YES 讚喔 增加了地震活動 估計解除該威嚇的行動 打開了一束 喔 打完小boss之後 自然會把那個剛剛沒辦法開啟的門打開啊 額外的彈藥加10% 然後最大的彈藥數提升10% 耶 然後又是這隻大隻的 啊對對對 可以打暈他啊 喔 酷喔 YES 好像稍微習慣之後 好像變得比較簡單耶 呵呵 不要再reflect了 這麼說的話一定會死 恩 我還是很沒有善用 讓敵人暈倒的那一招耶 現在的按鍵實在是太多了 我要先稍微習慣一下 要怎麼再打的敵 呃啊 要怎麼再打的同時讓敵人暈眩 這可能是玩這個遊戲的技巧之一 我覺得應該一定是啦 我一直受傷 好痛喔 然後有 喔可以補血了耶 提升最大生命值1 然後上面是商人吧 啊 啊有血之後自己彈啊 欸 完成一個房間掉落一個 喔 隨機掉落一個武器耶 這個也太好了吧 那不是如果沒有先拿這個房間的話 還蠻吃虧的嗎 所以照他的說法的話 打完這個房間之後 應該就自然跑出來一個房間才對 喔 好難好難好難 欸還是沒有耶 算了 放棄 喔喔喔喔 喔喔喔 這就是boss房間了吧 在進boss房間之前呢 我們再去繞一下好不好 想說既然都拿了那麼多血精的話 我應該要去 商人的地方看一下才對 不然還蠻可惜的 那為什麼每次音樂都那麼熱血啊 yes 然後商人商人商人喔 看起來在張地圖的上面吧 急於你 小心 哇哇哇哇 危險 危險 好難好難好難 yes 兩點 yeah 果然 有來還是好 可以先把生命給補滿 然後商人的話 yeah 都可以買耶 自動武器 散播快 常見的提升加5% 恢復一點生命值安全爆裂 拿這個吧 所以我這樣子有 裝載了嗎 喔喔喔喔喔 欸差很多欸 攻擊魔獸好有趣喔 啊哈哈哈下面那個刺 刺 刺我有時候都不會注意到喔 然後這裡已經沒有地圖可走了 我們就一路的往下吧 除非等一下還可以湊滿錢啦 不過我們就看情況吧 不用勉強沒有問題的 不用勉強沒有問題的 啊又受到傷害了 呃啊 打咪 啊沒辦法浮血啦 159不行 剛看到是175度對不對 下面還有一個房間 雖然想去 不過還是去一下好了 呵呵呵 幹嘛那麼猶豫不決啊 嗯這裡可以下去嗎 不行 不過他的房間看起來 好像是畫在一起的欸 然後這邊的右邊的右邊 如果能夠湊到175就好了 這是我小小的願望 啊哈哈哈一直受傷 又誇到最後一關還一直受傷 實在是母湯 喔18多18多 讚喔 18多的話至少可以再去買一個東西吧 啊不過跨地圖走真的是有點累 雖然說有地圖的輔助已經很方便了啦 那我們就買這個 恢復一點生命 欸X4 好 三點生命 下一個房間怎麼看都是BOSS吧 呵呵呵好可怕喔 啊哈哈哈哈 哇 不行啊 不死無法即暈 喔喔喔喔 哇 哇可惡 要閃的唯一方式就只剩這招了欸 啊 哈哈哈哈 還是死了 好難喔 欸 技能數有1耶 我當時想要 會快速旅行日地層上任何一個去過的房間 這個一定要吧 我們來解鎖一下 這樣我們能夠走得更快 來吧 我們試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至少要打到BOSS那邊 好 給自己下一個目標 OK 其實稍微打習慣後好像變得比較好一點點欸 不過要閃避敵人還是很難啦 這倒是事實 YES 然後掉了一個恢復2點生命的 啊 不過剛剛那個生命應該要先留下來才對 太快使用掉了 哇 上不去上不去 跳躍 啊 跳 哇 小心小心 然後右上角還是蟲蟲 大隻的記得要打暈喔 很好很好 YES 然後再來是下面兩隻 小心他們的火焰砲應該就沒問題了 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別的武器耶 雖然說這個武器也蠻有趣的啦 但是如果有更多種的武器的話 這遊戲應該蠻有趣的 蠻起來 玩起來 我還蠻喜歡那隻鳥兒的 看起來好可愛喔 圓嘟嘟的 有點像憤怒鳥 雖然說我沒有非常喜歡憤怒鳥那個系列啦 但是 反正看起來可愛嘛對不對 可愛無罪 好痛 還可以順便回個血呢 還可以順便回個血呢 然後我剛剛不是在劍人樹那邊有解鎖一個可以快速移動房間的嗎 不知道那個要在哪裡開啟耶 YES 我來看一下喔 應該是這個吧 欸 不過 好像也不能移動耶 算了算了算了 我們繼續前進 什麼東西都算了 我發現啊 玩這一款遊戲 真的要很適用stick耶 如果沒有適用那兩顆蘑菇球的話 這個遊戲我玩的超痛苦的 喔 商人 這個是什麼 爆戀傷害提升5%兩點生命值 等一下有190的話我們再過來買 然後這邊是boss房間 喔小boss 來吧 集運泥 哇小boss超級好打的耶 不過點太遠的話我們就不要離他太近 啊等一下等一下 啊沒用到 嘿 YES 好 只要你不要在左上角或右上角的話 我就很好追蹤你了 等一下啊 果然不能冒險過去啊 如果敵人真的太遠的話就不要過去好了 然後我們先來買一下散彈槍 散彈槍散彈槍 YES 4發而已 而且槍之類的武器我真的很少用耶 到下一張地圖的時候來用一下吧 嘿 哈哈哈哈 沒有打到敵人 果然這就是散彈槍啊 要打還不一定打得到咧 哇小心小心 啊 哇哇哇哇 好難閃啊 嗯損血了 而且我剛剛才發現那隻好像不是鳥 好像是胖蝙蝠 因為他剛剛張開那個 那個 他的大嘴巴 然後 這個也買不了嘛對不對 左下角的那個是什麼地方啊 我又忘記了 啊 祭壇 這次祭壇的話來看一下有沒有更好的 房間掉落審判者有敵人在附近的時候 審判者會掉落更多的東西至少有一件 審判者是這次的BOSS的名稱嗎 嗯那個還蠻危險的 我們先拿一般的道具 然後把剩餘的房間都打掉 雖然說我不知道打掉有沒有意義啦 哇 小心那次 遊戲 先把上面這次幹掉來說 嗯 有善用衝刺之後好像真的變比較好打一點點耶 額外的彈料量加10% 不過只有4%而已加10%等於0 好大師島先幹掉喔 要小心他們的火力攻擊 嘿 Yes 喔地圖好遠喔 剛剛不是有說一個嗎 可以那個快速的 欸 到底要怎麼用啊 算了不知道就算了 小心一下喔 順便把敵人擊運一下 不過這看起來是無積物耶 無積物也會 受到衝擊的影響嗎 有點像短路一樣吧 Yes 不過損的血也蠻多的 然後這裡也沒有路好走對不對 那我們就回去囉 該走的也走完了 現在剩下BOSS房間 加上17物也買不了任何的東西 啊差15塊而已 來吧 好可怕 先抓準敵人的攻擊模式再說 有有有閃得很好喔 不要自己說 啊哈哈 好可怕好可怕 既然知道集運已經沒有用了 那我們就不要集運他 喔 啊果然沒有用喔 我剛剛以為一瞬間有用了耶 結果是敵人的攻擊模式而已 哇 好可怕 很好喔 閃掉閃掉囉 加油加油加油 打 顏色一半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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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好難打 這怎麼回事 哇 太刺激了吧 也太好玩了 這個 會不會到第二集都沒辦法打贏第一關的BOSS啊 啊 真的沒有想到居然這麼刺激 但我還蠻想要看看到底後面的網友怎麼攻擊了 好 雖然說這次沒有打完第一關的玩 但真的是超級好玩的 希望下一次能夠順利繼續突破下去 好的 那喜歡我的影片希望能夠頂個讚 還沒有訂閱的觀眾也歡迎追蹤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